下午三点,一名女子和她的丈夫前来医院就诊,女子双手一直捂着腹部疼痛不已。 对医生说,医生,快给我看看吧,事实上,女子名叫小桃,今年29岁,和丈夫结婚已有五年了,但是婚后的第二年开始,自己便常常下体疼痛,一开始她以为自己只是普通的妇科疾病,便没有太在意,期间也一直在服用药物治疗,可是自己的症状确实好是坏,就这样持续了三年,如今恶化成了出血的症状, 她便吓得赶紧叫老公陪同她一起来进行检查,医生刚要给小桃检查,这时,小桃突然问,医生,不会是宫颈癌吧?医生听后也很震惊,说实话,很少女性会把自己的症状点想成宫颈癌,宫颈癌是一种原发于子宫颈的恶性肿瘤,以磷状细胞进润癌最为常见,约占子宫颈癌的75%到80%, 宫颈癌虽然是最常见的妇科、恶性肿瘤,但高发年龄普遍在50到55岁,可越来越多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,宫颈癌有年轻化的趋势,通常跟HPV感染、抽烟、性生活不解等因素密切相关, 但到底是不是宫颈癌,还需进一步进行检查,可随后的检查发现,却让医生大吃一惊,因为导致小桃下身疼痛出血的罪魁祸首,根本不是宫颈癌,而是异物 从复检情况来看,异物应该存在不止一天两天了,只是小桃并未及时发现,误当作严症来看待,医生发现,异物已经与周围粘膜,牢牢的粘在,聊一起,如果强行分离,不但会引起大出血,还有可能造成剧烈疼痛, 所以,医生只好将小桃安排住院,随后在手术室通过麻醉取异物,在术中医生发现,异物的一侧已经深深嵌入,很有可能已经穿透棉膜全层,也有可能连着大血管,若是一个不小心,随时会引起大出血,所以,医生在整个过程也是胆战心惊,但万幸的是,经过两个小时的手术,医生终于将异物取出,用盐水冲干净以后, 才发现这净是一根牙签,让医生非常吃惊的事,这根牙签到底是这么进去的,小桃听后,刚开始一脸茫然表示并不知情,可随后他便激红了脸,怒看着自己丈夫,小桃丈夫低下了头,这才羞愧难当地说出实情,原来,小桃和妻丈夫虽然结婚已有五年,但是婚后两人感情一直很好,丈夫总是出差在外, 很少回到家里,依次,小桃丈夫刚从外地出差回来,带回了两瓶红酒,两人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见面了,俗话说,小别盛新婚,见面之后,难免会心生激动,之后,小桃便有些喝多了,由于已经很久没尝试过了,丈夫便想起了新花样,而做了什么? 小桃不得而知,只是那晚之后,小桃便开始下身发痛,开始一尝,不得不说,都是小桃丈夫害的啊,事情结束后,医生也不禁要提醒女性,平时一定注重自身的健康,不要贪图一时之快而毁了自己,在生活和饮食上,好好调养, 一,安全性生活女性在性生活中容易处在弱势,因此,在进行夫妻生活时,一定要佩戴好安全措施,以免自己受到感染,或者发生不必要的问题 二,定期检查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之余,女性朋友要多抽出点时间,关爱一下自己的身体,每年定期做一次妇科检查,妇科炎症也是促使女人早衰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,多喝健康茶饮,很多女性因为一些妇科炎症,长期滥用抗生素,就会造成耐药性增加,抵抗力降低,平常可以用一些小植物泡水,喝一些健康的花草茶,如,蒲公英玫瑰茶,义菌抗炎,改善女性乳腺健康材料 蒲公英根,野生小玫瑰蒲公英既能养肝脏,又能消炎杀菌,具有广普的义菌活性,可替代部分抗生素使用,对女性乳腺炎有改善作用 另外,蒲公英还有尿床草支撑,可见其利尿作用之强,对尿道炎,尿路感染,盆腔炎有治疗作用,蒲公英鬼肝经和膀胱经,非常对症,用蒲公英泡水代茶饮对尿道炎,前列腺炎,尿路感染效果显著,野生小玫瑰,含有更多的精油成分,药用价值更高,玫瑰本身就是一种很适合女性调养的天然良药, 不仅滋养身心,更能舒干礼器,对调整液饰也有帮助 四,及时清洗下身女性是需要被呵护的,在平时一定及时清洗下身,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炎症,还能减少有害群的滋生,清洗的顺序一定要从前往后,最好用淡盐水,少用细液